世界杯新闻有点多 巨精会神 听我说 美国队爆冷输给了德国 那这回美国彻底完了 已经连续两届世界杯无言决赛了 那通过时间也证明了 美国虽然是全员MBA 但是没有巨星压阵 还是不行啊 那光靠几个小卡拉密就想夺冠 那根本不可能 还得是让那个小帅来啊 那现在美国队那也没啥优势了 唯一的压迫性防守那也使不出来 而且那些完全被打爆 什么三沟啊 波蒂斯在MBA感觉挺猛的 但是到了国际赛场啊 连泰斯都打不过呀 那肖华鼓励进攻给明星少 那一到国际赛场 全都原形毕露了 那其实美国输啊 那也是好事 没准明年奥运会 科尔就得把库里·杜兰特 号来呢 不然呢 根本不可能夺冠了 反观德国呢 小黑带队 再加上双瓦格纳 还有那个泰斯 基本上也能组成MBA手法阵容了 但是德国的整体性更强 而且他们准备的很充分 专门攻击美国内线 而且和他们打对攻 那德国呀 也确实有冠军的实力 08年 我们中国的篮 还战胜过德国呢 那现在呀 那我们早早回家了 那世界篮球都在这进步 那只有中国和美国呀 在退步 塞尔维亚也爆冷 战胜了加拿大 正式杀进了决赛 那这塞尔维亚确实是太强了 没有约老师 就靠一个伯格丹带队 照样干掉了 拥有7个MBA球员的加拿大 那这伯格丹在MBA呀 那虽然说只是个替补 但是在FAB的规则下 那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无论是三分还是防守 那都是顶级的 那塞尔维亚能进决赛呀 那靠的就是一个综合素质 全队基本攻扎实 而且战术执行也非常到位 没有任何一个球员 那是短板 如果说岳老师要来了 那都得给其他球队干费鞭子了 那可能在乔帅脑子里呀 那中国队就应该和塞尔维亚差不多 但实际的情况啊 那是他想多了 反观加拿大呢 那确实挺丢人的 那七个人没球员 那连一个不赫单都打不过 那全队呀 就一个亚利沙纳能carry 剩下了一看 那全垃圾呀 那接下来加拿大和美国将竞争同牌 那塞尔维亚和德国将会是决赛 虽然说他俩呀很接近 但是我更看好塞尔维亚能夺冠 因为塞尔维亚内外均衡 整体实力呀 还是要更强一些 解释尔维亚能carry